今天的第一张导图 非常简单 所有的 我们之前学过一张导图 叫做best 我当时说 我们所有人都想成为最好的 We all want to be the best We all want to be the best All of us 所以这个单词 字母非常的少 共同的特点 发音的要 动作要你是什么 舌尖底的我们的上齿音 OK 自己要检查一下 来我们一起练习一下 尾音 尾音是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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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所以after all 所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改变 添加字母f 在前面 变成了我们的这个单词叫做 瀑布 或者是掉下来 这个动作 比如说 for 这个东西就 for 就掉下来了 for 那我们的瀑布 为什么和掉下有关系呢 因为 飞流直下 三千尺 下一句是什么 疑似银河 落九天 是吧 瀑布 其实就是水 从高处 落下来 掉下来 所以瀑布和掉下是一个骂声的 Follow me Fall 就是 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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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 或者是瀑布 其实瀑布 我们应该是怎么说 全称是 水 加 Fall Fall 前面添加一个单词叫做 Water Water Fall OK 我们一起读一下 Water Fall 瀑布 这才是瀑布的全称 全称 All right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所有的东西 这个时候 添加字母C 这是F 这是C 所以最好的 下次通理老师 如果让你们自己根据中心词写单词 你就懵 二十六个字母 你随便往里面 懵几个 也可以懵出一个单词 当然 这是开玩笑的 OK 仅限于练习 好 这个时候 我们添加字母C 就变成我们的打电话 Call me 给我打电话 没事没事 All right Follow me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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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If you need any help 如果有什么需要 需要帮助的 那么就可以通理老师打电话 我的电话号码是 不告诉你 All right 那么这个单词 基于电话改变 Call 最后一个字母L 变成了F 所以变成我们这个单词 叫做 幼崽 就是幼崽 就是北极熊 小熊和大熊 熊大熊二 熊大和熊二 这个单词的发音不一样 梅花音 OK A 复习 Follow me C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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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这个另外一种发音叫 A C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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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反正不管是Calf还是Calf 它的发音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说美音和音音的一个区别而已 OK Follow me Calf Calf 同时呢 幼崽我们用一个单词来形容 不管是小猫小狗还是小熊 它们都非常的可爱 Cute 非常的Cute 可爱 所以这个Cute和这个Calf是有一点关系的 因为它们都是字母C开头的 OK Follow me Calf Cute 好 基于打电话改变的这一串 所以我们基于中心词 FC 这个字母已经没了 A到Z 二十个字母再凑一下 字母B BCF 你看再加D 会不会有 加一个其他的会不会有 你就猜吧 是吧 字母B放进来 变成我们的球 球 OK Follow me 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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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我们今天会说 我们之前说有一个羽毛球 羽毛球就是和这个Ball没有关系 羽毛球是Badmitten 上节课才讲了 不要忘了 Badmitten Badmitten 就是长期待在这个Bad 房间 这个床Bad 非常糟糕 Bad 然后变成Badmitten 记住这个顺序 OK 那么说到这个球 我们最常见的 有三类球 我猜你们都知道 篮球 足球 还有什么球 你们猜 篮球 足球 还有什么球 羽毛球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是Badmitten 还有没有 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类球 是气球 你们可能都没有想起来 气球 也叫球 是吧 只是 你看 你们看 这里面有没有Ball 有 有啊 O-O-N O-O就是有好多好多的气球 All right 所以这个单词的发音不能读成Balloon 不是啊 是呃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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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Bal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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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球 Balloon 有一款眼镜 非常出名 这个市场上有一款太阳眼镜 叫暴龙眼镜 Balloon Balloon 暴龙眼镜的英文就好像是这个 OK 我们再来读一下 Ball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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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球 这是第一个 The first ball 第一个球 我们来看第二个球 这可能就简单了 最近呢 这个世界杯啊 正在激烈的上演当中啊 是吧 我马上要开始 还没有上演啊 OK 所以呢 踢足球 play football 用脚加球 简称足球 follow me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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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 我们下一个就一起来看 有了足球 肯定篮球就跑不掉的 篮球是什么鬼 就是把球投进篮子里面 不是篮子啊 篮筐 篮筐里面 OK Basket 我们把它拆分出来 本身也是一个单词 叫做我们的这个 篮筐 再看一下篮筐 follow me bas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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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过来 baske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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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同学们 这张导图 其实单词非常简单 就只有一个右仔 这个单词你们可能不太熟悉 cof 不熟悉的 你就反分刺激一下你的口腔 其实会不就行了吗 alright 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 中心词开始循环了 follow me or 水从天上掉下来 变成瀑布 for 打电话 call 右仔 calf 球 ball 第一个球 balloon 第二个球 football 第三个球 basketball 篮筐 篮筐 basket 拆分出来以后 变成我们这个 basket这个单词 所以这张导图 同学们 真的很简单 很简单 所以我们直接 看一下 当然这个这个单词就是我们说踢球你到了一定的级别 托里老师为什么刚才没有讲这个单词 就是你不管是打羽毛球踢足球还是打篮球 你到了一定的级别你就会进入到什么名人堂 我们NBA都有每个球队都有自己的名人堂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姚明就在火箭队的名人堂里面 名人堂叫ho 大清 大清 也就相当于清堂 上的清堂下的厨房 是吧 ok follow me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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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时候 下次你们来观察一下 这几个单词 f添加 添加c 添加b 添加h 四个字母都是添加的 这个规律太简单了 是吧 所以以后你们见到这样的三个字母的单词 你就要去想 我添加某个字母会不会变成一个新单词 也许你虽然是在猜 但是也许你就可能会蒙对 它就是一个单词 比如说刚才如果我让你们自己写 你就蒙ab放在前面 a加一个 然后alal bal cal 也许你就会蒙对两个 明白了吗 当然了 你们通过这样的训练 以后养成这样的习惯 思维以后 你们以后看见一个单词 你就要去想 我改变字母变成另外一个单词 我添加字母变成另外一个单词 我删除字母变成另外一个单词 明白了吗 同学们 好 这就这样到图了 我们就讲到这 ok 这个训练 这个训练 你们下来以后 下来以后 一定要去快速的去 去做这个训练 我带你们来玩 这个图片 我们进行这个快速反应 我就不按顺序出牌了 同学们 我只能拿张图片 你就快速反应下哪个单词 就算它的发音 ok calf 我后面提示 你们先自己反应 for very good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一个 ok 来 basket balloon very good 大听 大听 ok 好 同学们 你们就要达到这种状态 给我们